歹徒持刀入室抢劫 夫妻纹丝不动看电视 歹徒气急败坏 掏凶器 店主夫妻淡定客瓜子 凭什么要给你去 我也给你不乐死 瓜子很美味 歹徒很抓狂 危险尽在咫尺 我们到底该怎样 正确出牌 今晚夜线 笨贼一以罗筐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夜线节目 我是张月 前些天火了一段视频 是在浙江深夜 一个小超市 一个蒙面歹徒会晤菜刀去抢劫 然后这个歹徒 举着菜刀 极尽凶恶状 但是那对超市店主夫妻 居然一边嗑瓜嘴 一边看电视 连眼皮都懒得朝这个抢劫犯抬一下 看到大家都特别困惑 就这两口子怎么能如此淡定呢 请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笨贼一箩筐 环转 书里来龙去脉 一把八子 一家小超市 一把菜刀 这是电影里的一图戏 还是生活里的一个真实故事呢 这是浙江省永康市真英镇上一家超市的监控录像记下的一段真实的事件过程 入夜时分 这个镇上的小便利店还没有打压 忙碌的一天就要过去了 此刻闲适的店主夫妻聊着天 刻着瓜子 就在此时 他们迎来了一个打扮怪异的顾客 从他包着的脑袋可以判出这个人有些不对劲 原本聊着天的店主夫妻 安静的端向着眼前的这个不速之客 他们在交谈着 突然 不速之客 拉开一斤 掏出了一把菜刀 两只手指 比划着什么 但是让人大跌眼镜的是 面对着明晃晃的菜刀 店主夫妻二人居然纹丝不动的继续嗑着瓜子 什么瓜子居然如此美味 让他们在胸土面前都不动声色呢 当然不是 你看 女店主站了起来 不知她是否是要去报警 此刻 蒙面人挥舞着菜刀 闯进了柜台 男店主伸手与歹徒搏斗了起来 他们扭打着出了小店的大门 很显然 这是一起入室抢劫案件 那么 这对店主夫妻 如何能在万分危急的关头 嗑着瓜子不动声色的面对劫匪 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 他们这样的做法 到底是制斗劫匪 还是铤而走险呢 哎呦 这都什么心理素质啊 这店主两口子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呀 这贼右手拿起刀来 左手呢 伸出两个指头 二百块钱 你要多要点 真是没见过世面 哎这个 这些视频让我想起前段时间那个 功夫那电影 那个六指六指那琴摩 在那叮咚咚正弹琴杀人呢 然后那个隐居的室外高人的小龙女 夸插叼根烟 包租婆 对 一根烟叼在嘴里边 然后在那喊 还要不让人睡觉了呀 明天还要不让人上班呀 哎 人家有魄力 因为人会功夫 我觉得这个 这这俩太淡定了 那客瓜子 那不是一般人干的事 这俩一定也是世外高人 我觉得这贼 就是一好贼 这样一刻凶了的贼呀 那事就不能是这样了 一个淡定哥 一个淡定嫂 真是让人佩服 刚把黄马褂脱下来 混在人间 这真是我们说的 高手在民间 我觉得这个不怪人家 这个夫妻俩淡定 这贼呀 说实话也有点 第一干巴巴瘦 第二您就要200块钱 我们都知道 您要买一样东西 标200 没人买 一下夸插标2万 哎呦 大家都挤破脑袋去想 这是好东西呀 所以我觉得这贼 你要当时一开稿 两两块钱 给我赶紧拿回来 那那这夫妻俩 肯定也多了多说的了 我觉得这贼 忒不懂做贼心旅 要我碰这种事 我不管他要钱多 要钱少 我不管他胖还是瘦 高还是矮 您要钱是吗 只要这钱 我能拿得出来 我都给您 我破财免债 我不跟您博到 回头再把命送了 通过这件事 学了一招 只要对方把刀举起来 一边磕瓜子 一边看电视 撑着 等你的招都使完了 我们再出手 抢你去 我觉得这个事 真是太有意思了 这夫妻俩 说实话 命好 碰上这么一个 窝窝囊囊的笨贼 这要是真碰上遗憾 您还有视频 往网上放 您直接就把照片 摆桌上了 关于这事 鸡嘴巴说的议论 还多着呢 2013年3月12号 晚上10点 浙江永康 知音镇上的 一家小超市 还亮着灯 偶尔还有客人上门 所以店主夫妻 并没有打烊 一般的两个人住在这里 就是很少 刚刚那个时候 我们两个人住在这里 永康市真银镇 是浙江省无数个 以加工业为主的城镇中的一个 主要以加工五金产品为主 有大量外省人 来到这个富裕的小镇 打工生活 店主郑永平宋菜女 从丽水老家来到永康 已经八年一直经营着这家小超市 日子平淡 但是安稳 可是今年三月的这个夜晚 却让他们觉得有些异样 这个衣服的帽子 他在这拉到这个送颈带 都接到这里 就剩在这个前面 这点脸也已经不一直在外面 因为他那次的打巴一进来 我们在心里发现 今天这个人就不是 怎么样的好人 这个深夜闯进小店的年轻人 尽管装扮奇怪 但是做生意 免不了要面对形形色色的人 夫妻俩一边盯着电视里的剧情 一边等着此人开口 他走进来就说 钱拿两把给我 第一句话开口就是要钱 那时候我 我说拿两把给你 我说我一不认识 凭什么要给你两把 我也就是这样子想 他说打工了没法吃 赚不来钱 我说没法吃 你不会去找 我说不会给你 我凭什么要给你钱 我也给你不认识 张口就问自己要钱 送菜女心里一紧 但是转念一想 她很快安静了下来 我一直不想了 真正的卡结的人 就马上就进来 也许就冲到我柜台来卡结 这张是真正的卡结的人 这个是我自己的心里的感觉 那这张人我想 你下我拿两把又不是很多 但是我把这个钱给他的话 无所谓我给他两把对不对 这等于就是我怕他了 我心虚了 也许他下次没法吃了 又会来下我拿钱 这次两把他心里会给这个人 他心虚我下次狠一点 下次去要他五百一千也可来 这是我心里的感觉 所以这个钱我不能给他 电视剧里热热闹闹的对白 夫妻俩噼啪啪的嗑瓜子声 让能面人有些气急败坏 二百块钱没要到手 他刷的拉开了衣服前肩 他说给不给 我说不给 他说不给 那我只能这样之为 我只能这 那你还想杀我 还想开我 心里这么小 他们后来他就看到这个 夹克超级哪里 拉下去拿着一把菜刀 他菜刀拿上来 知道是菜刀拿去 这两把这手只遮业了 他说不给 没有 我说我不认识你 凭什么给你钱 我说没有 我眼睛也没看到他 我就这样子看 我自己也 照样是磕瓜子 所以照样磕瓜子 照样磕 我哪个 我这样子吃 我也不看你 我就这样水巴再回去 他说还是不走 你这个人这么耍耐啊 今天想耐 我要是真是想 一把明晃晃的菜刀 横在距离夫妻俩 不到半米的柜台上 但是两人 纹丝不动 仍然在磕着瓜子 这就像一记重拳 打在了棉花上 手握菜刀的蒙面人 很是抓狂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也不知道 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想 就好像一点害怕的意思都没有 我也不理他 那么是他的一个反感 我刀拿起来你都不怕我 他有一个反感 是这样的事情 那我也这么想了 因为你刀拿出来 我还是这么好的态度对你 人家我想想凭你自己的心 你也不会说 直接把刀开到我头上了 我想中他都不会吧 他今天刀拿起来 我说住在这个地方怎么退 但是也有这些想了 如果他那个刀住起来的话呢 那个时候我就要往后 这个钉子往后一推 他就看不到 有这样的想法 那么他刀拿起来 我这么稳定呢 因为他那个刀 没有走起来 那也是稳定的 因为他 我也不理他 那么是他按了一个反感 我刀拿起来你都不怕我 这蒙面人已经掏出了刀子 宋太女放下手里的瓜子 起身不紧不慢 走向电话 我不放在我意思 我就抓起来打电话 你就应该知道我是报警 你会走 我是这样子 我没想到他知道 哎呀你要报警 我就干脆冲进来 惊弓之鸟的蒙面人 你已经意识到 他这是要打电话报警 于是他举着刀 躺进了柜台 那从进来的时候呢 那时候我站起来了 站起来两个人搞起来 搞起来我第一步 我自己也想到 身要轻 你如果身不轻的话 搞糊涂了的话 要给他按去 那我第一步 要把他那个柴刀 控制了 你如果不把那个柴刀 控制了的话 他那个柴刀看下来 又开始 这样子 那以后搞起来 一直从这里搞到个外面 可能外面那个路上 那个路在那个路上 搞来搞去搞去搞去的 两个人的力气都搞完了 他也没力气 我也搞没力气了 劫匪身高1米70左右 郑永平要比他矮半个头 面对一件乱了方村的歹徒 郑永平 只能使出全身力气 跟他搏斗 他那个这个手给我 炸住了 炸住了我 这个刀朝着我的 我这个刀 你再把他那个手一转 转了他自己头上 转了他自己头上 他那个刀还是玩笑的 所以搞了他自己头上 在两人的撕打中 歹徒用刀砍伤了自己的头部 他丢下菜头 仓皇逃顿 目前 永康警方已经接手此案 警官曹熙之负责这起案件的调查 第一点肯定要保持镇定 你不能慌 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 拖延时间 尤其像他们这种开店人 因为时间也不是特别晚 过往的行人也会有 随时都可能出现其他的顾客 你时间拖得越久 然后就能够更好的自助歹徒 如果在没有特别把握的情况下 我们还是不建议跟歹徒 发生正面冲突 尤其是歹徒持有凶器 观众朋友正在播出夜线 今天的节目叫奔贼一螺框 到场嘉宾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 王大伟情感问题专家 百叶仪 欢迎两位 白老师 刚才那个淡定哥 一直在分析 我觉得淡定哥可能情商还挺高的 一直在分析对方 这个动作说明他有个什么心理 我现在就不看他 我不跟他说话 这样不会激怒他 我就能怎样怎样 就他分析的这套心理学规律 对吗 说实话我觉得不是特别对 因为他这真是一种自我安慰 我觉得就一听一乐 但真的我认为不对 首先他分析的是他自己 但他忽略了犯罪分子的一个心理状态 因为我们知道沉默这个东西 是张力非常大的 进攻性非常强的一种 非语言类的语言 然后你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 对方会看到你 他会觉得你安兵不动 深藏不落 他会心疯 他会忐忑 他会更恐惧 甚至他还会有可能更愤怒 他觉得你蔑视我 你居然瞧不上我 你都不怕我 那这样反而会激怒他 然后就有可能会造成更大的这种进攻 比如你看后来不就把刀直接就给举起来了 他会怎么着了 但但定哥想的是我不看他 我不理他 我既然看见是这样他就不会生气 不会激怒他 所以就没事 这有点眼耳盗铃 其实不是是吗 其实不是 你觉得你越不理他越可能会激怒 你看我们这个状态在小夫妻俩吵架就特别的明显 这个媳妇要想跟丈夫扔了点啥 这丈夫就假装没听见 自个儿在那该干什么干什么 结果这媳妇就越说越气 越说越气 最后就咆哮 最后就开始摔东西砸盘子砸碗 其实就是因为沉默本身是最强的一种进攻性的一个语言 他觉得这个他们两口子这个心理学原理不大对 那您从犯罪学的角度说 他们两口子的这些招都对不对 我跟这个白老师有点差异 我认为他整个的这个举动应该说是还是合情合理的 为什么呢 咱们最后对于这种犯罪和被害 最后我们有个黄金标准 就是这个被害人没有丧失生命 没有受伤 那这就是一个最高的一个黄金标准 而且呢他最后达到了这个标准 所以我们应该给这淡定和淡定的扫一个很高的份 但是我是觉得哈 你想这贼啊 就掏出一菜刀 要二百块钱 然后那个没要着就挥舞起来 俩人还搏斗起来了 没两下这贼拿菜刀自己把自个儿就给砍伤了 我真的觉得是碰上了一个刻面糊脱老实的贼 如果碰见一汉匪 真的不是这样的 对 他真的要是碰上一汉匪 今天的结果也许真的不是这样 那么我们说呢 遇到这种情况 叫美临大势有静气 不信今日无骨闲 就是遇到这种事情最大的一个东西就是淡定 过去咱们有个小孩被绑 他一绑有九岁被绑了 绑到车里了 这小孩就想起姥姥说的一句话 说的平时孩子咱不惹事 惹上事不怕事 这孩子九岁 马上一下全身放松 哎呦 我从小我姥姥也这么过去 我姥姥就跟我说过这么一句 他是管那绑匪说 说叔叔你有那个水吗 给弄点来 然后那绑匪就弄着两瓶宽泉水 然后说叔叔你有面包吗 就弄点面包 完了他又问叔叔 说叔叔你们家孩子多辣子 他明天是不是要上学 这孩子真贫 然后最后就绑匪就给他放了 后来改跟小孩聊天了 对 然后呢 这件事就告诉我们 就是遇到这种 就是真的我们遇到大事的时候 允许有二十秒钟啊 什么都不做 但我不知道 嗑蛙子嗑多少秒啊 我不知道 这是我们一直在说的 因为他背后有个原理叫什么呢 就是先放下稀饭再拉孩子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般妈妈这手不是端着一锅稀饭 或者一碗热稀饭吗 这手领着孩子 突然这孩子一跟头摔倒了 这个时候很多妈妈呢 当时都有一个快速反应机制 就是去拉孩子 可是一拉孩子的时候 这一锅稀饭就扣孩子脑袋上了 就烫了孩子了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遇到大事的时候 允许有二十秒钟 三十秒钟发呆是什么意思 就是先把稀饭放下 这时候孩子再去照顾孩子 那么现实生活中 如果我们不这么做呢 就会出现一种叫被害失忆症候群 这也是一个犯罪学 很多人没研究过人的心理学啊 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 就是呢 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你好好在家待着 突然来一电话 说你那个女儿被我绑了 得了得了 你跟我说这个有什么用 你就要挂 对方说 你真的不信吗 不信 我让你女儿吼一嗓子 你听听 结果对方一吼 那个女孩说啊 一喊 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心一下就慌了 也许对方是个狗匠 也许对方是个猫叫 也许不定谁喊一嗓子 大部分的家长 这时候就突然会觉得是自己的孩子 然后就开始挥钱了 被害失忆 症候群 症候群 就他顿时就完了 就脑子就乱了 乱了 你咱们现实中 有好多老头老太太 领着坏蛋上家 一先抗息 把钱给人家了 咱说走出五十米 嘎一下 又醒了 说怎么回事 说他刚才熏香了 拍花子了 没有 就是这一瞬间失忆了 所以呢 在这个时间人磕瓜子 就是说明人家没失忆 人家很淡定 人都琢磨了一下 他分析的不一定对 但是他还能冷静的分析 就说明那个 至少人没被拍花子 对 那个张远老师 我给你举个真实的例子 就是说 当我们一个犯罪啊 突然侵害到你头上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啊 你有一个试探对方的过程 那么实际上他刚才菜刀一拎200块钱一只 他那点几斤几两啊 瘦小干枯 他就通过瞬间 他实际上已经有了一个综合的分析了 所以人家才敢再接着磕瓜子 接着看电视 这一窝囊贼 我现实生活中呢 你别老笑话这样的贼 反正还是祈祷所有的犯罪分子都是这样的贼 还是比较好的 要都是汉匪 太可怕了 我跟你讲啊 我现实生活中呢 我真遇到过一起这个事 我呢 晚上在一个特毕竟的街上走 一个人都没有 而且那时候特别晚了 然后呢 我就走着走着 突然对方就来了一自行车 哗就冲着我过来 就要把我撞倒撞死那感觉 蹭一下就过得特快 然后我这时候还比较急 我旁边一闪 他喀一下没撞着 那车子就倒地了 一倒地那人蹭就过来了 过来以后就闻着一股酒气啊 铺一下就冲着我脸过来了 然后这个人上来 就是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 咯就给我一圈 就打到我这左肩膀上 就什么事都没有吗 没有 说人一人平白就打 就过来 他先撞我嘛 一下没撞 我公计是一劫匪 然后过来以后 这一拳就打到我这 他把吃奶的劲都使了 可是他这一拳打过来 我特淡定了 您猜猜怎么回事 不疼 就是他把吃奶的劲都使完了 您想想吧 而且还是喝了酒 酒撞了怂人打 鼓起勇气打您 都打不疼 不疼 哎呦 这一下我就 我就一下 就算出来 他有几斤几两算 然后这时候他就 一下一鸳鸯脚就飞过来 这可能他看家的本质 蹭一下就过来了 然后呢 我那手是一个本能 就这么一撩 就把他那个后脚跟给撩住了 两个手一蹬 一拧往那一扔 啪 两米多远出去了 你看这哥们怎么办 起来推上车走了 再没跟我说任何话 我现在深深的同情 这个怎样 他怎么截到了 国安大学的 最好受身上军了 我觉得王家人说的特别的 就是他想表示 我觉得啊 就是我们在面对一个歹徒的时候 我们对他是有判断的 到底你能不能hold得住他 你能不能去跟他有一定的这种博弈 这斗勇啊 就是如果你要是判断 让大学老师一看这没劲 那就来吧 如果要说我估计那人光一下 客套 那你就退一步了 你就说兄弟 你要什么我给你 其实他说的是这两口子处理的对 不是说他的心理分析分析的对 而是说他们能保持冷静 在保持冷静的同时 对对方的金脸做了一个判断 然后根据这个判断在出招 您是觉得这个过程是对的 这就叫斗智和斗勇相结合 他实际上是做到了这一点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不能说 因为犯罪分子要钱要的少 我们就觉得他这人窝囊或怎么样 因为我知道前一段时间看了一个节目 有一个也是一个劫匪 然后在一小黑胡同里去劫一女孩 其实好像也没要多少钱 但这女孩害怕他就尖叫 不像这淡定哥这么淡定 然后他就尖叫 结果那坏人就把那女孩嘴捂上 然后掐脖子 最后没想到把人给弄掐死了 这就说如果是一个惯犯 他们熟练 比如他想劫财的时候 他肯定不会要命 怕的就是碰上这种生瓜蛋子 就是做事并不熟练 手忙脚乱 没深没浅 然后他就能干出 而且他最后确实很危险 他那刀一下举起来 那是砍着自己 把自己给砍了 没砍着自己砍上 那个老头也完了 是吧 总而言之 这是一个糊里糊涂的笨贼 而这种笨贼的故事 居然还有好多 你接着看 2012年2月27号晚上9点半左右 浙江苍兰某金店的王女士正准备关门打烊 他门一进来的时候 门着脸 拿着刀把门给关起来了 因为我在门里面就留着这么一盏灯 我就知道我一盏去了 他说金 那我就回应了他一句 我说金什么金 我说他说你把金拿出来 劫贼话音刚落 王女士突然转身 用柜台里的一杯液体 颇向劫贼 劫贼恼羞成怒 挥舞着水谷刀 直逼王女士而来 王女士告诉记者 她拨向劫贼的第一杯是盐酸 平时用来清洗黄金的 当时劫贼会有灼烧感 第二杯就是普通的水 因为劫贼进入店内的时候 他的儿子还在身边 所以他不敢跟劫贼来应的 集中生智 想出了这一招 不久前的福建省福州市 深夜的便利店里 突然闯进了这个不速之客 刚才还在玩手机的女店员 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吓懵了 只见劫贼不慌不忙的 收起了材质刀 将收银柜里的大小纸票搜罗一空 收钱的时间长达一分多钟 搜罗完毕 这个劫贼又看上了女店员的手机 而此时被吓懵了的女店员急了 随后现场出现了这样怪异的一幕 为了要回手机 女店员开始与劫贼进行一番讨价还价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劫贼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只见他拿出了一张百元大钞 便和店员讨价 便擦起了柜台的门板 说是要擦掉留在上面的指纹 就这样 女店员拿回了手机卡 劫贼大摇大摆的离开了便利店 当劫匪尽在咫尺 有人按兵不动 有人惊慌失措 有人惜财如命 有人保命要紧 那么当危险来临 到底我们该怎样做 才是最合理的方式呢 说到解析极思广益 观众朋友正在播出夜线 今天我们的节目叫笨贼一箩筐 关于这种笨贼的故事 我真的还听说过很多 比如说在广东佛山 有一个男的跑到人家里边去盗窃 结果呢 就大概慌了慌张 那家安了那种防盗网 他老先生在钻的过程中 就卡在那网子里面 就出来 后来被盗的那家的侍主 反而要救他 但是已经没法把他 从那个网子里面救出来了 救出来了 后来又报了警 后来大概什么警察消防 最后变成那个 军民合力救人了 最后把那个网子给锯开 然后才把这贼给救出来 也是在广东 一个人抢人家的金箱链 抢完了之后逃跑 慌不择路 直接跳到一大泥坑里边去了 然后就陷到泥里边去了 那个马上就会死人的 也是就是什么警察 消防都来了 就开始救人 好不容易把他从泥里给拔出来 但是呢 他那个鼻子嘴什么都被泥忽住了 无法呼吸 警察又在附近四处找血缘 帮他搓起了十分钟 才算把鼻子嘴给搓开 才救了他的命 太高了 真有这么多笨嘴 真的有 真的有 那个国外也有 比如在美国 有一个小伙子 抢一老太太的钱包 抢完之后撒腿就跑 没几步就让老太太给追回来了 因为那老太太年轻的时候 是古巴的一个田径明星 这就跟袭基大为老师的 那个讨价不多 打谁不 一直告诉我 嘴气打官大学的教授 对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你会觉得 这些都是瞎编的故事 真的是真的 就是今年的5月31日在东莞 有一个更绝的事 一个一个强盗 抢一个女孩的手机 抢完之后 也不是怎么自己的钱包掉地下 就让那女孩给捡了 而那个钱包里不仅仅有他的钱 还有他的失分证和价格 这怎么行 到贼当事急了 就开始跟那女孩谈判 说你还给我吧 最后就说 我把你手机还你 你把钱包还我 咱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结果就在交换的这个过程中 女孩攥着钱包没给她 劈手把手机给抢过来了 就全把那女孩手里去了 然后女孩撒腿就跑 跑进了旁边的一个 也是这种小超市 在一个厕所里 你厕所八把门一反锁人 在里边报警了 得 然后 这小偷被抢了 这小偷被抢了 然后就关键是 那个开超市的那个人 就说 说就见着一个客人 就见着一个女孩 蹭了一下 从前面跑进来 就进了厕所 又见着一个男的 蹭了一下 从前面跑进来 有一片刻 搜索后门跑进去 但也很好抓 因为她身份证和驾照 都已经到警方手里了 天姐 贼要都这么笨就好了 真的真的 那个世界就和平多了 但是我还是觉得 其实很多情况下 你碰到的贼 不是这样的 所以在那种情况下 我个人是真的觉得 好像不要贸然 跟歹徒搏斗吧 对 还是那个 先保密要紧 对吗 这些都是太幸运了 我先给大家说 第一原则 就是我们遇到 犯罪侵害的时候 那么就是生命第一 财产第二 这个呢 要从小就跟孩子们讲 我们有个小歌谣啊 叫自行车新书包 漂漂亮亮 刚买到 坏蛋抢去 不应拼 生命第一 要紧牢 生活中呢 有一些女孩跟我说 说王老师你看 我这拿一包 坏蛋 一下子都抢过去了 我说 互相拉 拉 还有的给抢回去 王老师 我又给抢回来了 还有的说 我这有四千八百块钱 我这里有四千八百块钱 我凭什么给你 可是呢 你在这个犹豫的过程中 是吧 两个人一较劲 一拳打过来 四颗没牙 像那四颗牙 比四千八贵多了 一颗 一颗就得四千八 是吧 这个呢 我们是第一定律 就是生命第一 财产第二 还有第二定律 就是斗智斗勇相结合 以斗智为主 因为他是在强 我们是弱 他是在明 我们是在一个被动的 这个场面上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斗智斗勇 两个要结合起来 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斗勇的案例 有一个坏蛋呢 他要强奸一个女孩 他看着女孩在家里挺好 他进去强奸 结果这个女孩呢 盼着旁边有个板凳 飞起一板凳 把这个人砸倒在地 然后这个人就求饶 哎 这个他就是 太勇了 这个就是勇 是吧 那么还有斗智 那么这个斗智的例子 咱们就是非常的多在生活中 是吧 比如说 你记得 你刚才讲的那个外国的例子 还有的是一个小偷是冒出圣诞节去偷东西 结果卡在壁炉里冒出圣诞老人 结果后来也是好多人呢 去把他救出来了 那么这种斗智的例子 那就更多了在现实生活中 那么一般来说呢 我们都要去斗智 最简 最让我深刻的一个例子 就是一个女孩在家 九岁 结果坏蛋进来不是抢东西 就是灭门 家里有三个人 爸爸妈妈 女孩女孩九岁看电视 这个犯罪分子进来拿着刀 女孩一下站起来了 女孩说了两句话 犯罪分子把刀给扔了 说的什么话呢 女孩一站起来 哎呀 说叔叔你别动 你这手破了 我给你擦点子药水 这个女孩还真不是斗智斗勇 她只是说了一句本能的话 我想说一个八岁的小女孩 这个时候不会想得出 对她想不出这种事 人的孩子是真的善良 善良有爱 结果这个犯罪分子一想 说你看我在外边三年 她是一个就是好像社会 就是说没给她钱 她当民工 然后呢这个手一破了三年 也没有人去 终于有一个人爱她和关心她 人家小女孩说 我还给你擦点子药水 这人说我干嘛杀你 把刀一扔 她走了 我真不觉得这是犯罪故事 我觉得这是一变惨世界的故事 对 你说她是斗勇 这是爱战胜的 不是智 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斗智斗勇相结合 那您说刚才那淡定夫妇 是斗智还是斗勇 斗智斗勇相结合 那么 前半段是斗智 后半段是斗勇 那么我们说遇到这种情况 一般有这么几个 一个就是我们绑匪 劫匪 都是匪 过去咱们打110 我们小时候叫匪警 对啊 都是匪 是吧 那么有这么一句话 叫匪进我退 就是他要真进了 比如结金店了 结银行了 这个时候 比如他要钱 那么作为我们一个女店员来说 那我们就给他 给他无非是在拖延时间 是吧 这叫匪进我退 第二个匪助我扰 他要是真一消停了 他看你给他往里装钱了 这时候我们机制报警 找机会 是吧 等到人民警察来了 等到人民群众都动员起来了 追捕这个匪 我们再出手 把他打倒在地 这个呢 就是这么一个步骤 这个步骤呢 我们必须要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这个步骤 这就是斗智斗勇相结合 这么一个过程 要碰上要命的就只能拼命了吧 那也不一定 就是说到最后真的要是拼命了 也是有两种情况 有的时候你真的拼命把贼打败了 有的时候你还是想出一个斗智的一个办法 也能把贼打败 那么这个时候呢 没有定论 但是最后有个黄金标准 就是说只要我的生命不丧失 我不受伤 那么这就是 这事就算成了 这就算是个好事 哪怕呢 钱可能被人抢走一点 那么也不要紧 那么事后 我们还可以破案 把钱再追回来 生命第一 财产第二 永远是衡量 这一类加害和被害 最后我们的评价标准 您刚才说这个 如果生命已经受到控制 并且受到巨大的威胁 一看就是非死不可了 这种情况下 我倒觉得 要我想起大话西游里边那唐僧 他每每被妖怪给抓起来的时候 他又跑不了了 然后又要 马上又要被吃了 他就开始用爱来去感化 你看你妈妈生你多不容易 你看反正他就用这样的方式 他都不是拿爱感化的 他是因为续的 他实在给续的烦了 但我就是想 就从中引申出来一个 就你已经实在没有办法 你不如再去 就用情感这张牌来去试一试 因为人心都是肉掌的 就再汗得飞 他内心当中也有柔软的一块 万一又让你碰上了呢 万一你要把那个根弦给拨动了一下呢 他没准就像那个九岁的小女孩说 给擦紫药水的 那不就逃过一劫吗 所以我觉得就是永远不要放弃希望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他实际上现在我们说有汉匪 有这笨贼 还有小毛贼 但是你看到你遇到的是哪一党贼 是吧 你要遇到汉匪 那是一种处理方法 遇到笨贼和小毛贼 又是一种处理方法 过去呢 我们从国外 就是引进国外那个警察教材 里边说的遇到这个绑匪的时候 有八部 八部是什么 比如说这个不能 公安人员和这个被绑架的人交换 比如说 结果 Björk的状况